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个好用的对应方式呢 这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我查不到一个正式的名称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帮我补充哟 那我们从原理开始吧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比较过水平跟垂直绕圈的时间 不减速一样快可以绕完一个圈 减速则会比较慢 没有减速的方案都是一样快的 有减速的减越多越慢 都不碰加减速在30fps下 水平绕圈约7秒20格 垂直绕圈约8秒 两个相差三分之一秒左右的时间 这张是飞机在空中绕圈所画出来的轨迹 因为受到中力影响会呈现一个弹形 正垂直绕圈就是最外围的那一圈 正水平绕圈则是横向最胖的那一圈 应该不难看得出水平绕圈的轨迹是比较短的 垂直绕圈的轨迹是比较长的 这就是三分之一秒差距的来源 在战地1中 就我玩的经验 大多数的飞行员面对面错生而过时 会往左或往右水平转回来 如果我们也是往左或往右水平转回来 下一次碰面会在一圈后的同一个地点 而且还是面对面 但如果我们能在对方看不到的地方 偷偷开慢一点 然后比对方慢一点点 抵达半圈后的位置 就能轻易咬住对方 这时候可以利用的就是这个三分之一秒的差距 那要怎么做呢 简单来说就是对方水平的飞 我们垂直的飞 当错生而过后 立刻转成机领朝上 开始做垂直绕圈 目标点是刚刚碰面那个位置 往对方转的那个方向看过去 圆周上的正对面 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点的时候 对方就会先到了 而且我们还在下降高度 从刚空看着他 感受满满的优势 不管他想往哪里飞 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而且呢 对方的视角看起来 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底跑哪里去了 我们来看几段 实际上这个动作发挥功能的片段 我们所担心地的 在彼岛的 continued 力怎么样 态到我们以在进行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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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馅 封面的眼睛 封面的眼睛 封面的封面,注意到封面 封面的封面的封面 這段比較特別一點,不是錯身而過 但是這個動作一樣可以使用在這種情況下 朝對方半圈後的位子飛 封面的封面 第一次他並沒有影響我的預期,讓回來 第二次我們再碰面 第一次他就影響我的預期,讓回來了 以上就是成功的幾個實戰片段 可以說是非常實用 可是可是,如果大家都這樣飛 不就右面對面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一樣會用這招的對手 兩機會在頂端再次碰面 這時候可以再做一遍 瞄準對方半圈後的位置 飛行軌跡轉動90度 如果對方經過頂點後 直接順著軌跡往下飛 我們可以在下降看到他的時候 稍微減速來造出差異 增加飛行時間跟減少轉彎半徑來搖尾 如果不知道對方去哪兒 就不建議結束了 這部分要錄到實戰的影片就不容易了 因為大多數的情況下 對手不會降肥 很幸運的之前在狗兜練習的時候 有一位高手來交流 有在這邊留下 成功用第二次咬到我尾巴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第一次我們都做了這個動作 不過他做的比我還要圓弧了很多 第二次他在做 可是我卻堅持的把前面正常的景況下會做的動作做完 我也沒有改變路徑直的飛下來 所以輕輕鬆鬆的就被他抓到了 看這位高手的完整練習 有另外一個影片在頻道裡面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點擊右上角那個白點去看看 那我在這邊就不把它放完了 遇到這樣子的對手 我們要如何取得優勢呢 這部分會在之後做說明 還是建議大家快點去看 剛剛推薦的那個練習影片 對方那個視角 如果看不出來為什麼 那就跟著教學影片一步一步前進吧 然後這一集真的是 撥了好久好久好久才做出來 下一盡快好 哈哈哈哈 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要跟大家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前面我們所說那個單行圖的差異的確是有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的差異還有就是轉彎的時候需要花一點時間 這也是會讓我們比對方慢抵達的一個原因 原本在寫這個教學的時候我沒有把這個加進去 是因為我覺得會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就想說簡化一下把最重要的單行圖時間差講清楚 但做完之後就覺得原因沒有講完整 所以在最後還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轉彎也是要花時間的 那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訂閱新的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